西藏北路街道就这几个小区吧 还没到的小区 这个小区也疯了 这个小区也疯了 上海人民吃不上菜是因为基层腐败 不是腐败造成了物资匮乏影响了民生保障 而是痊愈禁止防控造成物流受阻 导致了民生保障乏力 缺菜缺肉不是因为没有物 而是留不起来 从滑江而至到痊愈禁止 上海市民的民生供给成为持续的槽点 民生多见 市民有情绪 朋友圈社交媒体上大量的求助 确实让人忧愤 情绪压力总是寻找最直接的答案 民生男的矛头指向了基层的腐败 一时间九天赚了908.82万 救援物资被倒卖之类的消息 在朋友圈里广为传播 接到居委会等基层工作人员 成了千夫所指重视之地 那么真是基层工作人员腐败 不作为造成了物资匮乏吗 民生保障既要有物资 也要有物流 当年计划经济时代的民生问题 主要就是物资匮乏 这也造成了几代人的思维定时 重物资 轻物流 其实上海目前的问题不是缺物资 而是物流补涩 要说上海的民生物资储备 连一个月也顶不住 显然不符合实际 上海的商业高度繁荣 大大小小的商家都有存货 而且上海还是中国重要的交通枢纽 仓储业发达 也提供了额外的储存物资 即便这些都不够 上海地处丰饶富足的长三角 周边城市的物资储备也很丰富 因此上海在全域禁止不到一个月 就出现民生困难 不可能是因为物资匮乏 而是因为物流全面受阻 首先是本地的商业体系 在全域禁止后失去了保障供应的功能 3月25日 上海三大农妇批发市场 还在正常经营 16个区的菜场依旧开放 三大批发市场供应了上海七成的蔬菜 六成的荤菜副食品和五成的水果 不管还有多少存货 只要这三家被封市民餐桌的主要供应渠道 就从源头上被掐断了 三大批发市场哪天被封的不得而知 但是肯定被封了一段时间 因为4月7日正式宣布上海将健保公白名单 将部分批发市场 电商大仓等解封出来 也就是说4月7日前三大批发市场和电商大仓是被封了 整个物流系统的源头就这么断了 除了源头被断的影响 运意大幅受限也是物流系统崩溃的重要因素 道路封闭 司机被封物流车辆大减 有物资却没有物流渠道的现实情况下 倒卖物资9天赚了908.82万 显然是摇佐 按照那则谣言声称的每份250元利润计算 9天卖出近4万份分数礼包 每份算10公斤 那就是足足400吨 400吨昆菜蔬菜 运输分装要动用多少人力车辆 通行证要开一堆 还要应付各种检查 这些都要涉及多个部门 难度极高 就算为车辆上路 通关承受极高的腐败风险 花了不菲的腐败成本 要把4万份分数礼包送到居民手中 也是高难度动作 由于严格的封控措施 物流连接社区的最后100米 成了物流的断口路 而这也成了居委会等基层组织招院的主要原因 很多居民想过公民民有物资 为什么居委会不及时分配呢 因此居委工作人员不作为深受埋怨 也为基层腐败影响 保公提供了想象空间 其实居委一级的基层工作人员不是不作为 而是有心无力 上海不少大型社区的居委会 也就10个人左右 对应的是4、5000居民 就算加上一些志愿者 大规模分配物资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 更何况 全域禁止后 居委承担了大量工作 诸如频繁的检测工作的组织维护 社区秩序的维持 对特殊弱势群体的照顾 各种统计和信息收集上报等等 大规模分配物资能指望他们做多好呢 基层人力资源的配置和 全域禁止状态下的民生保障工作是不匹配的 根据2018年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的数据 上海日常从事批发 零售交通物流 餐饮等各类商业和生活服务的人员 有389.9万人 正是这389.9万人 为城市的物流体系提供了保障 而全上海公共管理 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这一项下的人员 仅有29.1万人 要29.1万人 承担389.9万人的工作 能做到吗 能做好吗 就算加上志愿者 物业等边外社区服务人员 也得一个人力顶三五个吧 这比996的压力大多了 而且面对传播能力超强的奥密克戎 这些基层一线人员是高危人群 变阳造成减员后 工作压力更大 各路上级部门 有关部门的规定动作都力不从心 还能给岛爷送那么多菜 挣得动那钱吗 所以说 不是腐败造成了物资匮乏影响了民生保障 而是痊愈禁止防控造成物流受阻 导致了民生保障乏力 缺菜缺肉不是因为没有物 而是留不起来 正因为留不起来 大规模倒卖物资的腐败很不现实 基层工作人员参与小规模 局部地物资黑市是有可能的 但这并不是居民物资匮乏的主要原因 长时间痊愈禁止的民生保障难是城市物流体系崩溃的结果 迄今为止 几乎所有城市进入痊愈禁止状态后都会出现民生保障难 时间越长 民生保障的问题就越是凸显 这是系统性问题 这是痊愈禁止防疫模式必然付出的代价 痊愈禁止的防疫模式是为了清零是非药物的物理隔离手段 就是以最大限度降低城市的人流物流水平 限制人流物流是必选动作 而且越是要实现快速清零 限制力度就越大 所以上海高度紧张的切换为痊愈禁止状态 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民生保障问题 即便封城前期市内有充足的物资储备 物流一段也就用不上了 然后就陷入了两难 增加参与物资保障服务的人员 比如大量征兆志愿者 意味着人流增加 必然会加大病毒传播的风险 影响清零目标 增加物流渠道 既要增加人流 也增加了物流 更会加大病毒传播的风险 同样影响清零目标 影响的程度还受到病毒传播能力的影响 奥密克戎的传播能力 是武汉新冠病毒的数倍以上 加剧了减少民生代价 和快速清零之间的张力 清零优先 那么社区团购等物流渠道就会高度受限 但是因此造成的物资匮乏情况加剧 又会刺激黑市渠道出现 这也是难以避免的 上海人口基数庞大 本来清零难度就很大 严控物流更进一步加剧了民生困难 基层工作人员也就成了重视之地 这让他们承受巨大的工作压力之外 还要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 这个死结该如何打开 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诸多难题之一 至于我们普通市民 应该理解基层工作人员的艰难处境 避免技术问题系统问题的道德化 更不能以无名化基层工作人员的方式宣泄情绪 同事天涯沦落人 还是彼此体谅相忍为安吧 也要留在家里面 有风 也无妥 要不得去你 只顾要讲到全部的东西啊 九嫩生日 九嫩无事 生日个满少了 无日个满多 好吧 第二床 第一床 对吗 第二床 大師,心為筆。 你長日要盤的毛筆子。 要盤的說東西沒。 老夫的呀,你做七瓶針,那麼可惜過。 那個火鍋蓋好。 我好好叫,你叫我馬上奔進的白。 今年我馬上奔走一套, 我做一套底板, 我只能做得好。 將那麽的份兒做一個四瓶王道。 哦,那麼懂? 那要去老。 那要想做四瓶王道? 那連把道拿去不上, 多 女媳婦 不能 特殊余 勇 第一章 要給我做高官 第三章 第三章 第一章 她是 人舉世 馬此後 她的三章 跟大雄 紅紫紅的 藏水中 第一章 俄水中 三章 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